今天來報案的 應該是前天的時候 然後我的IG被駭入了81萬的這個帳號 然後我覺得 而且在昨天的時候 我會覺得要來報案的必要 是因為我收到來自那個 駭客他親自用號碼 然後發訊息給我的私人的號碼 然後來跟我要更多的東西 他現在想要我的臉書 對我160萬的臉書帳號 所以我覺得今天也覺得特別 有這個必要出來 就是以一個藝人的身份來 覺得提醒一下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他把我所有追蹤的人全部都刪除了 然後呢 他唯一follow了兩個帳號 我點擊進去 一個帳號有差不多60萬 另一個有100多萬 也是空的然後都是他的名字 然後他也是開放來賣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希望我多年以來累積的回憶 跟這些美好的東西 卻是變成這個不好的事情 而且我粉絲還在裡面 所以我看了非常非常的心痛 81萬的粉絲他們找不到我 所以我今天來到警察局 也是就盡我所能去做這樣 既然我這個東西拿回來的可能性跟機率都很小 那我至少能夠做的就是更多提醒我粉絲 跟其他的藝人啊網紅啊 跟我要一樣的處境的 除了今天來報案之外 我現在也是在網路上就做一個聯署的動作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我 因為我現在開了一個臨時的帳號 然後呢 大家只需要去那個臨時的帳號 Joyishu Underscore Backup 在下面我的照片留言 Tag Instagram 讓他們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開始調查 對 唯一這個辦法 但據說應該是留言要超過 1萬吧 1萬多個留言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我衝刺一下 然後